霹雳金宝小贩执照费从原本每天的50仙大幅调涨10倍到每天五令吉 一年下来就需要1825令吉 让当地小贩大喊吃不消 行动党克兰支区州议员张哲敏也认为 把这些长期同一地点摆当的日间小贩归类为临时小贩并不合理 促请三名马华金宝县议员解释 对此被点名的县议员指出 调涨执照费是西蒙执政时期 在2019年通过的 至于归类为临时小贩仪式 也是为了让他们能在复苏计划中各阶段中照常营业 才便宜行事 无论如何他们正在基地争取 小贩可以暂时不用更新执照 霹雳金宝日间小时档小贩虽然每天定点摆当 但现役会在疫情期间将他们的早市小贩执照 更改为临时小贩执照 如今执照费更从每天50仙上涨10倍到每天5令吉 让小贩大喊吃不消 该付的我们人民愿意给国家付税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你太离谱的 已经不是在那个情况下超出了那个界限 你已经不是那样东西吗 你是烂收税务吗 我们没有瓦尖头 有没有盘 上面有盘 有瓦尖头 有水口 有电 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贵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贵 为什么他们上面 和我们差不多一样呢 虽然现役会表明将给予为期半年的 三令吉执照折扣 但克兰之区州议员张哲敏认为 执照归类不合理 希望当局能够重新考虑 并向马华县议员喊话 要他们解释清楚 我们觉得这个归类是不合理的 而且你也不可以利用这个归类 来合理化账价到十倍 因为这个本来是什么 当然是零食小贩 这里的小贩在这里已经营业超过几十年了 已经二三十年了 而且他们是每天都营业 他们不是零食的小贩 马华金宝县议员伍惠林 随即召开记者会指出 由于在国家复苏计划的三个阶段 日渐巴刹小贩被禁止营业 为了避免小贩无法营业 才把他们的执照归类为临时小贩 好让他们能如常营业 至于调涨执照费一事 其实是2019年就通过 当时依然是西蒙执政时代 为什么会涨到一千八千 这样高的价钱 各位 其实你知道吗 谁批的呢 是你们 不是我们马华 不要赖就来了 什么都是马华 好好做事不许做 什么都是马华不好什么的了 就希望你们要明白这件事 不是我们批出来的 是他们 如果我们批出来我们做现议员的 我们一定会反抗这种子的 我们不会给他这样高的 那么这个价额五块钱的 我们是很不愿意 也不赞成这样的一个价格 提出来给这个小贩来承担 当然这个费用是相当高 然后刚才吴女士呢 她也表示说 如果尽可以的话 是调制回原本的价额 或者是少于一零级以下 黄胜荣承诺会在常规会议上 继续协调 希望能争取到好的结果 在这期间 小贩可以暂时不更新执照 执法当局也不会执法 另外她不排除 马华会采取法律行动 控告诽谤的张哲敏 反对之后 好